救出嫂子之后 我要跟着虎哥 你们以后赚钱 要带着我一起 你下班呢 今天职业 我先挂了 怎么了你啊 怎么了 没干吗 问 问他点事 问你疯什么 他 他问我 孕妇过敏后怎么处理 不是 你们瞎紧张什么 非得把东西搞那么大吗 你们是不是要救出嫂交 病犯只有在做检查的时候 才会离开房间 楚娇娇既然检查过一次了 那我们就得让他再检查一次 行 那我们就这么干 楚娇娇既然对虾过敏 那我们就在他的饭菜里 下虾粉 对 我跟小护士打听过了 孕妇如果过敏不严重 不会影响到她啊 要死自己不要紧 别害了肚子给她孩子 好 这个时候医生一定会带她去做治疗 病人明天下午再做吃必肠 好 等医生治疗完 肯定会让她再检查一次 到时候 我们就下手 没错 楚娇娇在七层 妇产科在二层 我算过了 从七层的病房到二层的避超室 不行 需要三分钟 楚娇将明天下午四点钟检查 四点之后的这三分钟里 我们一定能见到人 见到人要怎么样 当着警察面硬抢 不行 我们要想别的办法 这个我有办法 条子压楚娇娇走 一定会在电梯停留 到时候我来做点手机 但是截人必须你来 行 你们俩在医院西门接应 西门直通大路 只要我们的车不被警察发现 昏入车流之后 警察就很难再追到我们 那要是出了岔子 被逮了怎么办 被逮了 我也不会供出你们 既然我说这事 要一个人扛 这点江湖信有 我还是有的 可是呢 我帮你们这么多 也不是白帮的 我没拿到虎哥的货 钱又被抢了 救出嫂子之后 我要跟着虎哥 你们以后赚钱 要带着我一起